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一抹大千 这其实是以一首琵琶的新作来命名的 我跟罗永辉老师合作了近30年 从80年代开始谈他的作品到现在这个世纪 应该说是上一个世纪开始 到现在是另外一个世纪 那么有很多不同的阶段 他当时的一些作品还在一种生命的追寻探索之中 现在的作品呢 倪木大千已经是一种观望生命 用一种超然理解的这样的对生命的态度的一种询问 非常独特 我拿到谱子也是很久很久没办法弹得出来 因为他的人生感悦实在是太丰厚了 我要去演奏的话也要去进入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 生命体里面去感受那种生命的状态 那么7月9号将是首演这部作品的时间 我想那个时候跟大家能够见面 也希望能带给大家一部另外的一种不同的面貌的披霸作品 谢谢大家来与我们一起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